哈囉各位YT的觀眾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是我跟一名學生 一對一的Review VOD 那這位學員其實花了非常多的時間研究Pile Solver 就是所謂的學習GTO 那但也因為如此 他在很多時候都有點被GTO洗腦了 無法做出針對性的調整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剝削 那一味的是想打的跟GTO一樣 想打的變成GTO機器人 所以無限的卡關在NL25 那本來這支影片是放在我們的學員社群的 但是因為訂閱制的教材 還有一段時間才會上線喔 那我就索性的把這支影片 請剪一剪然後送給YT的各位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更希望你們可以從中學習到東西 很難不想炸火 我無法相信他券券兩次足夠的AR 對啊對啊對啊 但你炸火你希望他蓋牌啊 QQKK啊 因為他手牌就是QQKK 我覺得JJ太大啦 如果你J1010的話我就算了吧 JJ就很邊際啦 雖然你也沒有贏啦 但我覺得就是 你要你要你要 主要是你要炸火什麼Size 好啊 Turn Chet Chet 那你要炸火什麼Size All in嗎 然後希望他蓋KK 就是不知道所以我問你 對啊 我覺得就沒有必要 我自己就會是 你會直接放這個spot是不是 對啊 因為你有更多更clear的spot啊 就是我不覺得你需要去tag這種spot OPEN CALL SQUIZE CALL 這是NL多少 25 25 然後他SQUIZE了 然後這個是短嘛 然後他打超奇怪 B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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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覺得就送他啦 我覺得送 他all in 他all in你在蓋吧 我覺得他all in你可以蓋 他all in我會蓋 我覺得這個 我是一定蓋 欸他可以有JX 我就 我唯一贏的就可以J啦 然後其他 他們發覺可以要怎麼打 他可能可以有send hand 或是 隨便打 對啊 我覺得不管 這個就是 就是趴達的問題 你這個扣 不知道要對幾次 我覺得你數學很好 你更應該比我 更應該去更了解了解 Fore equity跟趴達這件事情 就是 像是你 你BLAG 你需要的Fore equity就還差蠻多 就是 我會去 我甚至有最近寫一個node是說 去記錄說 我BLAG多少需要多少Fore equity 我BLAG 我看一下我寫的 我去計算說 我BLAG 我BLAG 我需要 33%的Fore equity 我B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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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50%的Fore equity 這個很重要 就是 他是一個純數學上的東西 就是不管你的combo是什麼 只要你BLAG 出去的bluff 沒有這個Fore equity 你就是不該做這個詐貨 那你可以回到你剛剛那首 JJ 你就要去想 你需要怎麼樣的 你有沒有這個足夠多的equity 就是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你每個輩都可以 一直去放這件事情 但可是 這首想好久啊 因為 我覺得他放這邊 可以亂打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你這裡 我猜啦 你蓋這首 你已經是進入到 媽的Cgame Dgame 然後你還有BR的問題 不然的話 你這 沒有沒有 這個是 絕對是Agame 這首 你這個 你這個如果你有 100組BR 你怎麼可能不是送他 不是 因為 我就是想不到 他 他到底要這樣打什麼啊 你如果 你這裡拿Ahigh的話 我覺得就算了 你這個有100組BR 你這個怎麼可能不送他 就是 你拿QueenJ就算了 10J我覺得你蓋就算了 你這個AJ 他可能 OVERK 總是卷 但是 他這樣打 要打什麼炸虎 我是完全想不到 他有任何 沒有啊 有些人就是會這樣亂打 有些人實時想不開 或是什麼 SKingBlock 不知道怎麼打 真的很多這種奇怪的人啊 就 就對啊 我覺得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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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就是 快應扣 就是送一送 對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 不可能蓋的東西 你想太多了 我覺得是不 就是 一輩子不可能蓋的東西 就 就除非你真的扣了很多次 你都沒扣到吧 我覺得 第一個是你本來就不會一直遇到有人這樣打 再來是你扣很多次沒扣到 你就之後再蓋就好啦 除非你下個也會打我 你每次扣都是輸 這種SPA 我是覺得就不可能 就是你這個要幾次對幾次啊 你這個是 40多 200 你5次對一次 我是不覺得你5次會對不到一次啦 真的太難對不到一次了 我覺得他OIN你有可能 他OIN 他OIN的話會是多少 80嘛 80去除以 886 280 他OIN你有可能這個 三次對不到一次 對嗎 他OIN我也應該啦 對對對 我說數學上 我現在用數學分解給你聽 他OIN我認為你三次會對不到一次啦 對 然後 但是他 Block 我認為你5次會對到一次 就是 就是 簡單的想法 你這樣聽起來就很容易 他OIN 你三次要怎麼對到一次 就是他的A5都會覺得他有修到馬鈕 可是 我覺得 這個情況就不能只用那個培率 卡卡 對啊 沒錯沒錯 你會覺得他永遠沒有在這個 SPA有炸5嗎 對啊 那就是 那我覺得有啊 那就是這樣 你總不可能說他被10BB 那你也要Full嗎 10BB那你不看起來不是更沒炸虎了 那照你這樣講 他被越想你 你越要考慮Full啊 那你什麼Size你都要Full啊 那你10 10跟4 3分之1就不一樣 你說10他可能BlockS High嗎 知道了嗎還是什麼 那你10 那你怎麼可能在這裡BlockS High了 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你為什麼10跟40又不一樣 就照你的邏輯 你40的邏輯就是 他被 你覺得他小Size沒有炸虎 那他被10BB不是更應該如此嗎 就是他可以被他BlockSize最小是40 但我不認為他會被任何BlockSize用10 對啊對啊這樣合理啊合理啊合理 有的 亂打的Race 嗯合理啊 對啊所以 我覺得10跟40不一樣在這裡 就他不可能被他BlockSize這樣 但是 他這個Size就還是有BlockSize啊 然後也有炸虎嘛 但我就是完全想不到他的炸虎 BlockSize他隨便Size他爽就好 雖然最多中贏但是他一定可以打B2Size 但如果是要打Flock跟10BB 我知道我知道 我完全都我在講什麼 啊這個就是 我只是覺得我就是 就是送他而已 就是整個 整個Flap1 4分之1 3BP Flap1 4分之1 然後Turn Bump Part Reverse 30% 我這個Size我不知道我要怎麼不送他 就是 等我真的覺得我扣了5次不會中一次 但我覺得你只是 因為很多原因才會覺得自己5次對不到一次 就你可能會已經覺得你 已經當輸贏了 然後你又降級了 所以你不想再輸了 所以你就想要去 開始做一些很Over的Play 我看起來是這樣 就是這個Size我覺得 他根本就是扣然後輸了 然後就啊這首牌 你檢討的時候你就會跟我說 啊這首牌沒辦法 白癡牌 然後下一首就這樣 我沒有沒有沒有 心態是健康的 好那就還好 那就下一首沒場面 Open Bad 扣兩架 然後我把它的Debad 你要準備轉炸虎是不是 對然後我在想 我有需要在這個Size用 Q Black轉炸 沒有你Q一定沒有收藏法律吧 幾乎沒有 對啊 但是我在想 我需要在這種 Bad A87 87很重 瑞琴的情況下 Attack他的A角 轉Q 這個就是我不確定的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做一次 我是很不喜歡的 我是很不喜歡的 對啊應該比較賺錢 我看到目前我覺得你有點 太Level自己跟GTO wash GTO洗腦了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休息一兩天 或是說轉換一下心情 然後告訴自己你重新換一個Strategy出發 這個休息也不是叫你真的休息 就我現在看起來你太覺得你硬要去生一些Blur Flow 我覺得就是你在這個Low Stake 你的對手如果永遠不會蓋牌 他就是喜歡跟住 你生Blur Flow的EV就完全沒有意義 就是你的對手需要在這裡蓋掉什麼A5蘇挺 對啊 我覺得在這個Strategy出發 對啊 就是很多這種Strategy都是 就是跟那個JJ一樣 就是他需要蓋掉一些牌 你的Blur Flow才有意義 我A10一定蓋給你 但我跟你保證就是 有80%的玩家A10不會蓋給你 我那天跟瑋哥打一個現場 我炸虎一個我覺得 幹嘛也是今天炸虎 然後他一秒鐘扣A一對 然後他說他有A不能蓋 就是我overbet兩怕 然後他說這個沒辦法 旁邊的人說他有A不能蓋 我就在想 我第一時間覺得我的炸虎很好 但我後面在想 其實就是我打得很蠢 因為如果他旁邊的人都跟他說有A不能蓋 那我再炸虎炸小 我就是永遠都Valuebet就好 就是我幾乎100%確定他是一對A了 就是一把 我的Exploy在於我確定他100%是A了 我當下選擇了Agressive的Exploy 就是我選擇了想要打蓋他的A 就我真的是閉著眼睛就知道他是A了 而且只能是A 然後我知道我有2Pair有Z 然後我也知道他就是A 然後我還blockRever的2Pair 然後他就秒複他的AQ 一開始覺得 啊幹不知道他在打阿小 然後後面就覺得 沒有 是我不知道我在打阿小 對啊就是你這種SPA就是這樣 你做到的人都是這樣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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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你這個Flapper我就直接give他了 你就是永遠Valuebet 然後他就永遠送 然後他就永遠送他 對啊 喔還有那個啦 我覺得你真的要說你Flapper貝我覺得OK 你可以一樣去想 你在什麼情況的Fall equity 你Flapper貝半帕嗎 半帕 你有多少%的Fall equity 或許是夠的 但turn就絕對不夠 你的turn要被90 shuffle 90愛心shuffle 就沒有意義阿 就沒有意義阿 唯一我看起來就是你需要他call Just call 然後Rever Fall給你 然後還要比你小喔 就是他還不能是90miss 他還需要是A10 Fall給你 然後你被shuffle你永遠不會call 你不會拿什麼 就是你不如check 我認為你這裡check 然後閉著眼睛callblankRever 6有點他啦 如果是什麼4-5的話 比被turn來 因為他可以有90的miss 就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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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完了 好 turn你要barrel也行嗎 像你這樣我就覺得很好 就是你這首牌我就覺得很簡單 就是你的turn也不會去barrel 你turn如果去barrel 不會說不好 但是會讓你的牌 會變得很難 然後你沒有edge 就是 你被turn沒有任何edge 但是 你缺turn的edge 來源在於你知道 對手 stab, bluff 不夠 就是他這裡不會冷跟 什麼off速combo 所以他幾乎要是 輸踢hand 所以他bad turn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full 然後他對子又會check 所以這是你的espoly來源 可是如果你一旦bad turn 你永遠就沒有edge 就是 你就打bind牌打得很gto 就是 這個牌可能就是一個輸光 block 他就是 我就是秒他七七八八 9不好啦 如果是別的run out可以 因為他每stab 我就認為他幾乎就是沒有花 因為如果是89花 78花 10j 花花 10j 90花 他應該都會想要 stab的體態度吧 所以 我認為他只剩下 Naz花 跟其他的pair 不然我覺得他Naz花也會 也會 我猜也會stab 不然他 大家不然會覺得打不完 那我就是秒他的pair 沒有阿 就只有這樣 9很爛阿 9很爛阿 如果不是9我可以半pa 我可以接受半pa 什麼 2 3 6當然不用講 2 3 4 5 4跟5我不確定啦 看他會更多寬 他100%的話可能4跟5也不好 阿如果是 K跟Q的話 K跟Q的話就還行 KQ的造備阿 對阿對阿 然後就這個size 這個size其實永遠不可能是錯誤了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牌就是很easy 這就 4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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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我在想 第一個是我會不會4B這個AQ 我不覺得我會4B這個AQ 我應該是看 數據阿 但是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個stack size 你可以4B AQ 梳體 然後放回他的sharp AQO在這個stack size 太差了 你們是150BB嗎 對對對 我認為AQO太爛了 就是 完全沒有救 你被跟下來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AQ梳體比較好 然後100BB 是因為你不希望4B4 可是 150BB你很願意4B4 AQ梳體 OK 所以你這裡應該 我認為AQO是一個4 除非特殊情況 然後 假設我真的因為特殊情況 4B了 我被扣下來 我這個flop有可能是 我覺得你這個size最爛啦 我覺得你要就半part 你要就10BB 你這個size是最爛 你這個30%嘛 對阿 我覺得起不到任何意義 就是他會flow你 就是他如果是 上面的花色 他一定會flow你 就除了愛心之外他都會flow你 然後flow之後你就什麼 什麼事都做不了 你中A中Q 你也不知道你要怎麼辦 然後你flop的foiquity 低到不行 在這個位置 對阿 然後我認為會是 你要就半part我check 那你這要打白癡一點 你真的說你想要背 但是你又不想打半part 你就背10BB 然後看起島蹭蹭 開A跟Q讓你可以check 好 老實講你這個不如被8BB啦 OK 就是你這個size 我可能會直接give阿 我就會直接give阿 就是首先我preflow就知道我不想4B這個人 然後再來是我 如果因為什麼 我看他3B36 我想要4B他 那我真的被他跟下來 那我就give阿 因為他不是什麼80BBIV嘛 所以他還是會3B4的 他可能3B很高 那他會3B4嘛 嗯 然後你的3B4 4B size也太小了 你這個150B至少也要22 嗯 就是我覺得你這手牌整個 讓我覺得看起來就是你 必定送爛錢 就是你一定會被跟 你玩140個AQ 你就破產了 就是你會一直被跟 一直被跟pre 然後你的flop就會一直被 你的flop又會一直被跟 因為他媽一定就是一個對子或蘇莉卡內 然後你永遠就只能fo掉 什麼KQ愛心在flop 然後其他他都會扣一次 然後扣一次之後 你就是完全不亂的怎麼辦 你沒有任何EO 我覺得這手牌就是 你來100次會輸100次 你要想一下這手牌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還好 但其實我覺得打得很差 我這邊在想 我Q愛心要背兩條嗎 有可能阿 你有可能要背兩條阿 但是我覺得就是太多了 你這個 你要有AQO 你還要看Q愛心 你他媽要 就是太多了 對啊我覺得就太多了 我覺得就是根本就沒有必要 就是我根本不想拿這種spot 就是我根本不想拿這種spot Open 預備 Call 發的 預備 T7 8 Ruburn 呃 不差啦 不差 不會怎麼樣 就這個spot我覺得OK 然後你就full turn 100% 所以我覺得bet turn就好 嗯 我喜歡 對啊 上一個spot唯一有一個差別是 如果不開 不開J 開個blank 你會不會barrel 這會是個比較困難的點 因為你的block沒有很好 對啊 你的A跟K都是比較背的block block 理論上我猜你Ruburn 理論上是一個one size吧 或許 欸其實不一定啦 67你有90 你這比較深啦 因為你這個不是100BB 100BB我認為是個one size 有可能是個one size 但如果不是100BB的話我認為 你要去硬去split一個什麼30BB 25BB我覺得也沒差 就是你不要太K了這件事情 就是你真的要被28BB fall 我也不會特別hate吧 就是他要raise 捲一些flush 但 我覺得check永遠是ok的play 就okplay 你不要去打得更追求那些東西 我覺得 我自己實在是想打下來 他這個River 我分一個小賽是他 這K不會扣Enough 所以我River Black的話 我是全 魚多 不會扣Enough 沒有啦 這不是他會不會扣Enough 是他會不會raisebluff 他只要不raisebluff 你永遠都應該barrel 他肯定不會raisebluff 那你永遠都應該barrel 他就是你永遠可以 你的SKing永遠可以bar 他只要 那你不是永遠都可以bar一個什麼15BB 在那邊噁心他嗎 如果你確定他 那我就不會 我們就沒有特別分那個噁心賽事主 那我覺得就會有很大的EV loss他 你只要確定他 沒有raisebluff 你就應該value的超級sync ok 你要去了解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GTORiver 是玩SizeJet 是因為他Split不出小Size的SyncValue 他只想放SyncValue 他不進比如說33% 但是他這樣就一定會被幹爆 所以他不能這樣做 但實戰上 如果你這樣做不會被幹爆 你就永遠應該看著你手牌的打 譬如說SKing有可能這個River 是個check 我是說這一段是我認為是clearcheck 但我是說其他的牌 SKing可能會是一個check 但那是因為他是one size all check 但如果你今天是確定了對手 你要知道你one size的問題 就是你all in all check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對手構不成這個理由 你就應該去SyncValue 而不是說 喔這裡是all in all check 所以 那我不想all in all 所以我check 這樣就是錯誤 ok 所以你是個半怕 block我打不來 我可能會打個什麼半怕 block我覺得有點太 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太不舒服 就是 就是我 我也想要努力的變成可以打block的人 但是我現在還是覺得 block有點太噁心了 哼 就是我打不出River 打個30% 但有些Split可以 這個Split我打不出來 就是太噁心了 但我可能會打個半怕 看情況啦 有點看情況 但我的情況是 我沒有pretty sure說 他永遠不可能Race Bluff 但如果你非常確定 那當然ok 我覺得幾乎沒有 嗯那就ok 因為我辦法認Rebell 我可以有死 他會有死 我猜他連你在幹嘛都不知道 好那這次review之後呢 這名學生可以說是醍醐灌頂 從畫面上的線圖可以看到 他在NL25的成績 是直接得到一個明顯的Winrate提升 現在也成功升級到NL50了 那你說這次運氣好嗎 其實對我來說完全不是 因為這名學生在我的視角裡 本身就擁有很好的副歌知識 只是他因為太過於盲從GTO 所以在實戰上 總是做出很多很傻逼的操作 那會說這些 還有把這些線圖放上來呢 是希望各位還在中低級別掙扎的 副歌的朋友 可以知道學習的重要性 你只要能好好的努力學習 一定一定可以突破自我 好那這次總共兩集 上集就到這裡結束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 有什麼想法 或是對這支影片有什麼意見 或是你也有這樣的情況 不妨大方的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喔 那你們的支持跟觀看 或是說分享推廣 都是我們繼續做YT最大最大的動力喔 那就這樣 下次見掰掰